在石棺上面咱们演算算看 一只抱着鱼 短腿的 在这好文静 下来 它刀子吸得很紧 我都扣不下来 出来出来 鸽头怎么样 都是沙 洗干净带回家 这些石棺底下 都看一看 这是个洞 看到没有 没有火 跑了 在这 这边是一只抱着鱼 也是一只短腿 快快快 跟我处的 很快就天黑了 在这太恐怖了 带你回家 这只可以鸽头 身上冒出的白胶 往外扩散 别有毒 再被解释 我拿起来 让大家看一下 跳出来 跳出来咬我 你看我手套上 全部都是 它的耐蛤蟆是哪一种 太费事了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让大家看一下 带两只小爪 这个东西 你看 还是不要它了吧 它这个身上 完全就是 留的这个白色的浆液 我怕它攻击我 好粘啊 我手套也不敢用 你们看 有点像那个烤龙蛋 我扒出来看一看 呦 不小 哦 看这里面这个肉 好肥啊 这个 哦 这个是 我们这边叫天鹅蛋 也有地方说 这个叫月亮背的 这个叫法太多了 它这个壳里面是紫色的 特别的漂亮 这个咱们收着了 带着 我看看下面有个小沙包 看 这是一个 毛蛤蜊 哇 个头好大的呀 洗干净啊 搭水架 这里都是玉泥啊 说不定贝类特别的多 土包也特别的多 咱们好好找一找 说不定都有货的啊 你看 像这种沙的地方 咱们用耙子拔着拔 看看有没有蛤蜊什么的 像这种泥上下面蛤蜊比较多 我听到声音了 听到那个碰撞声 这种 真是有货 你看 是吧 这里 还有两个 上了好几个了 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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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一个 这里有点那种玉泥 玉沙的感觉 这边 这边 爸爸都有 有货的啊 你看 来了一个小的 小的不要了吧 又没有肉 赶紧大的去 这个 好大的一个 你看 也是一个这种 天鹅蛋 好大这只 好肥 带着啊 看这边 这个小小的 小火腿肠似的 小海肠 太小了 我的天啊 你这么小 你干什么 我把你放起来 说起来啊 不要让别人带走 等长大了 这个小沙包 看到了吧 蛤蜊 我再扣一下看看 最喜欢扣骨包 也不知道能扣到什么 扣到有啥 涮啥 没有啥呀 就这 就一个吗 哎呦 又一个 看 这个看 好大 两个 又一个 哇这是个雪嘎 你看张嘴了 呦呦呦呦呦 合上了合上了 这骨包 咱们今天就专门磕骨包吧 看这边前面铺少货的 小眼睛睁大了 给大家变个魔术 嘿 蛤蜊 看 他们都专门了 像这种啊 堆起来那种高高的小坡似的 上面都是有货的 哇 这个大 啊 这边也是一个 这下大家会封面骨包了吧 这也是个大蛤蜊 哇 太过瘾了 三个 走两步又上货了 看到没有 一只毛蛤蜊 个头都是很给力的啊 我得回家洗 这里的沙比较 黑 比较黏 哇 发现这个水坑里面 简直太给力了 怎么这么多这种蛤蜊啊 还好大 你看 这边还有一只漂亮的海鲫呢 带着 前面还有 看 这些都是哎 这什么情况 怎么都爬出来了 快捡了 这连扒都不用扒了 那磕啥狗包呀 都是 哇 这个壳好漂亮啊 看 就跟一幅山水画似的 啊 这是天然形成的 一个贝壳 就是一个它独特的一个 风格 独特的一个颜色 都是独一无二的 哇 这个太漂亮了 颜色也特别的丰富啊 你看 这上面这些那个白色泡泡都没有了 我昨天就是在这里 看到的那个荣原树的那个大鱼啊 带那个四只手 那种粘液 我不敢抓啊 我今天还想来看看 不知道会不会被人抓走了 但是我看这个情况 这个白色泡沫还在这里 肯定是还在这边 它应该是躲在哪个空里面了 它没有下去 但是今天这块有点长头了 我也抓不到 它一直都 啊 是不是啊 找不够了 但是我种的是害怕 一般女的估计不敢下手抓 算了吧 找不到就算了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 保护动物之类的 咱也不敢吃 我就是想再看它一 算了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张 今天晚上我要做晚饭了 看一下 但是今天准备的食材啊 这是要一会儿做一个清蒸大鱼 然后做一个 这个海鲜肉炒面啊 这是我港海收货的这个八爪鱼 一会儿跟这个青椒 红椒辣炒一下 儿子要吃的大白菜 炖猪肉 还得做一个蒜蓉烤生蚝 我们现在开始做吧 现在把海鲜倒出去煮一下 一会儿把肉取出来 这些海鲜熟了 把它捞起来 放在冷水中里面 拔一下 这个儿子把这个白菜猪肉弄好啊 先把这个油泡出来 放入冲段 来点姜 炒香后 倒点酱油 这个白菜汤里面炒一下 先炒这个冬火啊 炒到这个白菜汤啊 就裹满这个油脂 倒入适量的清水 煮一下 我们刷开水 把这个泡面煮一下 这个泡面煮得差不多 把它捞起来 一会儿再炒一下 这个白菜都放入里面 放点黏 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我们炒一下 把它炒油 放在这里 放点青椒辣椒 这个白菜汤就更嫩了 炖一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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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不够了 出锅稍微撒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活海鲜 本来就已经很鲜美了 特别的好做 这些海鲜肉都凉确了 我们把这些肉挑出来 我们把海鲜上面这个苦胆去掉 它这个苦胆特别的苦 然后这里也是它的那个干 我吃了头晕 把这个干也救出来 就好了 再给它切成片 葱蒜爆香后 我们把海鲜肉放到里面 翻炒一下 放点酱油 来点醋 放入西洛克丁 放入西洛克丁 我们再把这个比好的上面放到里面 接着放入小香菜 来一点点老抽香烤色 再撒点小香菜 和点小葱花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清蒸这个鱼 这个鱼太大了 家里这个盆 放开的锅放不开 将就一下吧 委屈你了 在上面也刷一点点油 这样蒸出来的话色子会比较漂亮 这个尾巴都焯出锅了 好 均匀 放油过 我们就给它放点姜再生长 去腥 再放点这种葱段 这样开火 蒸个十分钟 时间到了 哇 这大鱼蒸熟了 关火 我们把上面的这些姜啊 和葱花都给挑出来 这个汤得往往稍微撇一些 我们放点葱花 和那个小米辣 沿着这个碟子边上啊 倒一点蒸鱼豉油 不要倒到鱼肉的身上啊 这样的话会影响美观 最后一个小米辣 接下来我们蒸一下生蚝啊 用这个凹面 凸面啊 炒一下 火开三关钟 再上锅干啊 我们现在炒香酱 放上锅干小米辣 加点酱油 一勺白砂糖 一勺蒸好 蒸好后啊 开上盖 把它摆放整齐 我们再给它盐上酸酱 哇 看起来好诱人啊 每个团面都放上 刚刚吃都太坏了 常常爸给你做的海鲜炒面 那你好好吃你要的那个白菜炖猪肉吧 嗯 我来尝尝这个海鲜炒面怎么样 哇 好鲜啊 豆鱼 很好吃 你要尝尝 这个鱼肉啊 像外面的这个汤 嗯 哇 真鲜 真的是绝对的原汁原味了啊 跟那个红庆咽上那个味道差不多 再配一个生蚝 来个大的 哇 嗯 今天在学校跟小朋友做游戏了 你看到你们网上上的视频了 因为表演了 表演不是游戏呀 好吧 你再放他 你喝了 嗯 他想 喜欢喝那个汤 我喝点这个白菜汤啊 嗯 妈 多喝白菜汤好 那就更白了 对好好吃饭 不再来点米饭了 再来 这个烤生蚝真的太好吃了 我再来一个 你不是烤生蚝啊 是蒜蓉生蚝 嗯 嗯 这大被褥 不能浪费掉 怎么了 你要不要吃个生蚝 不要 这边那个食堂中间有个东西好可爱 这大螃蟹他怎么会 不敢用力 哦 好大 我终于还是带着鱼网来了啊 昨天在这个水坑这里吗 不是有好多这个 鲁鱼 这个水怎么红红的呀 刚刚退下去潮吗 还在这底下 哇 抓到了一只看到没有 还是鱼网好使啊 来 上货 这里面得有六条 过来 上来了上来了 哦 被勾住了 这边又一条 看 困住它了 又一条啊 收收它 看这里边 今天还有一条 来来来进来 哇 这个鱼网的效率太高了 又一条 哇 回家 哎 坏了 哎呀 笑什么 要笑就笑出声音来 哎 我又觉得我挺可笑的 怎么样 这也不错 这也不错 还有 不准这几条 再找一找 这边这边 两条 哎 哎 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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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水红了 上来了 来吧 哎呦 它跑得还真快 手手的 哇 哇 我的妈呀 这不厉害吗 看 还受伤了 这一条 你看 没想到 求生又这么强 来 进来吧 四条 我感觉还有 不止吧 这有点红了 看不见了 这怎么办 有 刚看它动了 出来了 朝那边去了 走了 走了 这条大 这条大 跑得也快 哦 抓到了 哇 我太优秀了 又一条 还有没有了 没有了 估计好像就这么多 12345 我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了 实在看不见了 不要了 就这些吧 这边那个 石坡中间 有个东西好可爱 看到了没有 一只大螃蟹 它怎么会 自己 躲在这样的地方呢 挺优先 自在这 那晒太阳嘛 出来 哦 别 别 别往后退 听话 哇 看 这只一只面包蟹 哎呀 它挺会躲呀 担的地方 简直是太显眼了 傻傻的 憨憨啊 这一只 再给它收了 哦 你看这大爪 抓起来了 带着啊 回家挣着吃 看 这个石坡底下 我发现一个大钳子 它会不会用手咬我 出来 不敢用力 哦 好大 可以个头大 出来 别拽断了 哎 别弹 啊 夹着我了 它夹着我了 我不 出来 这怎么办啊 进去了 卡住了 哈哈 大钳子一直在夹我 在这边 在这边 这边抓它 推过来了 不怕你 哎呀 出来 出来 我的一边晃动了 它 哦 大概把把这个 往上 抬一抬哦 抬一抬 出来了出来了 哦大龙虾 看 哎 哎呦我天这太能弹了 个头不错 瘦了瘦了 哎呀疯了你 带着 怎么从这个石坡底下 你看看看啊 太阳要落山的感觉 哦 看 这边一只鲍爪鱼 从哪跑出来的小家伙 出来 哇 这只鲍爪不错 看怎么样 鲍爪鱼一直上货了 带着啊 哦 前面这个大石坡底下 鱼是更大的 这只才大呢 看这个大脑袋 来来来别跑 哇 塞 这只 超过一 一只大八爪 怎么样 说话行啊 咱给带着了 说了 看这边在底下鱼挑鱼 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 实际上这个花纹好漂亮 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 哎 别跑别跑 这还有点滑溜 看 这是什么鱼啊 像 青豆腐 是不是 这个小鱼啊 啊 大家知道吗 可以敲打在评论区啊 让我找找知识 我也不认识 能吃吗 带回家养了吗 放到大鱼缸里头 前面 还有一条吃酒公 哦 这条可以能吃的 这条怎么回事死掉了 这条不是很活跃了 有点白内障 是活的 还张着大嘴呢 也给带着啊 又漂亮又好吃 回家直接起锅烧油就可以了 哇 你看 这边正在推着潮的啊 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 挡着小刺 看 哇是海参哎 好漂亮这个 底下还有一个 你信不信 底下还有一个 哎呦我 汤吃了你有刺啊 太明显了 看在这里还吸着这个石块 哇 一对 一对这个海参 个头还算不错啊 挺好的 可以带着 这底下有没有了 我摸一下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就这些 咱们这边拌拌十块啊 看看这石块下面有破 可以 现在天气凉爽了 十块下肯定得有点爽了吧 可以啊 没有清洗吗 难道 这边这个石块 翻翻去 上面有货 我看到了 先把这个石块拌开 再把这个石头 再把这个石头 是不是有一只 大红腿 哦哦哦 嘿嘿 咱们就有树的这个石块直接往前翻了 我的妈 你看在上面不声不响的 收 这边 咱们就有树的这个石块直接往前翻了 这边这边跑出来了在这儿 哇哦看这只大可以可以可以 收了收了 等一下肯定还有不敢用手抓 夹到就可疼 这个潮水有点高 这个水库里面好多的扇贝啊 扇贝半张的嘴 给大家看看 哇 看这个鲜活的扇贝 从大海底刚出来的是什么样的 这个东西 它只有慢慢的会张开嘴巴 你看一张一盒的 哎呀 是不是好漂亮 这里还不爽 你看这边还有 这个是个头偏小 你看也会张嘴呢 是不是特别的好看 哎呀 看到里面的肉了吧 好美观啊 这边还有 咱们都给它收了啊 是不是 回家是蒜蓉呢 还是清蒸呢 都是都可以 来看这边的水库里面都是 秋天了 海鲜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这一下又收了三个 这里 这有一个 这边好多呀 直接剪了 这里还有一个 这边 三个收了它 这边还有两个呢 小的在这 A黑 A黑 看这一盆这种个头 不是很大的 都会冻哎 你看 又漂亮又好吃 回家直接起锅烧油就可以了 这边 这边还有 好多呀 这一个 前面 这个可怕的 橙色的 嘿 这一个也很漂亮 收了啊 这边 这边还有这种商店还真不错 哦 真的太多了 我都跑到了 收一些回家够吃的就行了 这个 这边 哎呦 不知道 都带着了 哈喽大家好 小张今天来赶海了啊 今天的海面 特别的大 特别的冷啊 我找你下去看看吧 走 哦 我这边这是个 包掌鱼啊 吸在这个石块底下 看到它这个吸盘了 不小的样子 哦这是个短腿 哇 天特别的冷啊 包掌鱼都没有力气了 还可以咱给它带着 咱们情况也都搬开看一下 哇 今天真的是有点那个 上午之太阳下午 就真的 哇 这边是长腿 吸在这个上面 哇 还是不少的呀 现在现在 吸附的也太紧了 哦 这上面还有识别 还有这种小小螺 哎 哇 发的特别的急 哇 塞 腿特别的长啊 这只大波头 这个带着了 收 这只海星 感觉这只有点不大好呀 这只是不大美观 这这里有点泥沙 那洗一洗 可以啊 是个蛮好的 你带回家吧 你看看这个是块啊 哦 这里是短腿 哇 真的冻了 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你是不是特别的冷 出来出来 哎 这是吸哪去的 吸那么紧 拿不出来呀 哎呀 手头也太滑了 你看 哇 这只大腿可以啊 还不错 小包头 给它带着 冬天居然冷 但是货挺多的啊 海星 太贪玩了 出来必死的吧 黄金叶 这个垃圾带着去 哇 大伤腿 又翻到一只 看今天的时候还是很满意的 都是我爱吃的巴掌鱼 长腿短腿都有了啊 这只比刚刚那只稍微小一点 也不错 来来来上桶里面 小伙伴来了 发现前面那个水坑里面一条海蛮 看到没有 再往后动啊 流起来了 哇 看 太没着急了 哇 穿得太快了 打木套 哎 哇 穿得太快了 都死了一样 都穿上了 哎 看 好久没掉到海蛮了 这东西也太有活力了吧 这东西也太有活力了吧 哇 哇 真是水坑了 还在还在 拼命了 来来来 打鼓 打个把鼓逼过来 哇塞 这个太厉害了 哇 哇 我不想它死掉 轻一点 来来来 上桶里面 哇 好大 终于抓到了 不错不错 带着 哎呀 这个大鳗鱼抓得我 红身 红身都流汗了 再找找啊 这边冻感冒了 这个 风太大了 哇 这边一只短腿抱掌鱼 哇 这个上货了 你看 好大 这只 你看看 又上货了 还是抓包这把鱼 轻松一些 还是挺关销的 哇 看到没有 哇 这里又一只 今天什么情况 风大吧 抱掌鱼都吹上来了 看 哇 那吸的什么呀 哇 这只漂亮 光破文艺啊 而且特别的大 这个猪 吸的大石块 拿走 太冷了 太冷了 大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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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下面有只大蛤蜊 它挺大的 这个壳也特别的漂亮 也带着吧 这只猪蛤蜊啊 感觉不小呀 来看一下 这只猪蛤蜊 这个鱼跟着不够了 我就不下手了 这么水 太冷 太冷 这只猪蛤 10块 再次 下手 一小 这里呢 哎呀 哎呀 没后 差点冒到脚子 不得 这边这边 中间有一只这个猫蛤蜊 也不小 带着带着啊 今天实在太冷了 感觉鼻子要动掉了啊 舒服还不错 有一只大鰻鱼啊 带着 哎 都山进去了 应该还活着 走 咱们回家了啊 回家这个 红霜鱼吃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学到越来干喊了 今天风和日丽的 大姐下去干活了 走喽 这是一只皮老板吧 哎 哎 还跳着 这种就是皮老板 这有一个海肠 你看这个颜色 感觉跟不大好了似的 画了有点 你看看那个嘴巴 跟有花似的 这还有一个小香罗呢 小香罗带着吧 这个缝里还有一个连锣 这个颜色真漂亮 嘿 这也是个活的 有肉的 十块底下看看 没有什么东西 今天没带出套 给你个水 哇那边是螃蟹 快看 螃蟹啊 是活的吗 是活的 来个 称其不备 看那个石缝里面 是有一只螃蟹 看还在动呢 哇塞 哎 出来 当心它夹我 弄出来 嘿 哇 哎 哈哈 摁住一只 这只不小 这个大钱一看 就挺肥的 带着 然后看这缝里面露这个尾巴 是一条鱼吧 哎 哦 睡了 这条鱼不好了 是睡的 它张着个大口 也不要人了 哦 这个小牙 啊 拉着我了 啊 要命了 哎 跟蛇似的 你看这个鱼头 不要了 不要了 睡了 在这吧 回去吧 这有一个毛隔 看看这个锅下面是怎么样 蛤蜊和一个墨远镯 在一块的 又是一个毛隔 这边应该也是 哇 你看这个 吐了舌头 又吐水了 这边 看看 这又是什么 嘿 哇 猫眼螺 这好漂亮的大海葵 你看 哎呀 他们在遮我 上面有好多的小螺呀 这里有个识别哦 识别 这里的壳都好漂亮 你看 这个壳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山贝的壳 哎 这个壳怎么是黑色的呀 好特别哦 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的贝壳哦 喜欢贝壳的可以私信我哦 送给你们 看这只章鱼 哇 这颜色惨白惨白的 哇 是不大好了 看 受伤了这只章鱼 有籽儿 带着吧 10块下是一个海螺吧 哎 还是有肉的 你看这我还没送回去呢 这个海螺 这个壳好漂亮哦 啊 是有肉的 这也是个有肉的 两个 两个木眼螺 这个还大一点 这个石缝底下这个海螺壳 这个壳 很漂亮哦 特别完整 带着了 啊 这个下面 这一大块玻璃啊 真的很危险 这海边这些东西 带出去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关注我们哦 下期见